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次到曼谷租房 租摩托车 还有办手机卡的经理 我是8月29号下午4点降落曼谷 曼谷机场到处都是办手机卡的柜台 所以着急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机场办理 我取完行李出来以后 先是用机场的WiFi补搁了我的目的地 然后从机场花了30泰铢 搭机场快线 向上步行了一段距离 到了我今天的目的地 到站以后我先是在路边的711办了张电话卡 价格是199泰铢 有效期30天 15兆的网速 30G的流量 超出流量后降速的套餐 感觉还是挺划算的 办卡时需要出示护照 电源会帮你注册跟激活电话卡 两分钟就搞定 今天的目的地是在兰康恒大学附近 我是在RainHub的地图上搜到的这家公寓 选择了这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附近有一条运河 运河上有水上巴士通往曼谷市中心 因为我听说曼谷的交通比较拥堵 所以就选择了能多一种出行方式的地点 因为这次来曼谷原本是没有打算坐摩托车的 我到地方以后发现这家公寓已经客满了 然后在我附近又找了两家 结果也都是一样 感觉这个区域的公寓很抢手 所以第二天就决定换个地方 到了我这次来泰国之前在RainHub上提前联系过的一家 是在BTS Baring站附近的公寓 叫Moonstone Residence 我到了这里工作人员就带我看了我现在住的这个房间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设施跟环境 我就直接办了入住手续 我租的房间是一个月8500泰铢 然后押金12000泰铢 水电另算 水电的价格是有浮动的 详细的细节我就不介绍了 还有一个1000泰铢的退房清洁费 我一共付了20500泰铢的现金 他们也接受银行转账 这个公寓在一个安静的小巷子里 外面看起来很新 像是新建的 公寓的内部也非常的干净整洁 这里跟RainHub上介绍的几乎一样 房间里有空调冰箱热水跟基本的家具 不过被入要自己准备 这里还提供免费的WiFi 网速也还可以 然后这个公寓的二楼有洗衣房 小健身房 跟一个小小的休息空间供大家使用 这里还有24小时的保安跟停车场 停摩托车是免费的 但汽车需要另外支付停车费 我入住的那天一共看了三个公寓 都是坐公交跟轻轨去的 漫谷闷热的天气跟堵车 我心里多少是有些准备的 但没想到等公交车会花这么久的时间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输了摩托车 办完入住手续 我放下行李 先是在谷歌地图搜了一下 发现这附近就有一家评价还不错的租车公司 然后电话确认了一下有没有车子 我就直接杀过去了 我到的时候老板正在修车 跟我说想骑哪一台随便试 先给我推荐了一台ADV 我刚骑上就决定选它了 别的车子我都没试 我是第一次骑ADV 没想到它的坐司还有操控 比我想象中的要舒服跟灵巧很多 同一级别的还有PCX MX跟ADV一样 都是4,900一个月 这里还有125cc的小踏板 跟中型的Forsa350等等可选择 我租车一共付了4,900的租车费 加上2,000泰铢的押金 一共是6,900泰铢 租车时把护照带上就可以 这个车行是在一个居民区里 老板是在自己家的房子里经营 已经有5年了 老板夫妇都可以英语交流 很热情很有耐心 然后这里平日的下午 因为要接孩子放学 所以3点到5点半 家里是没有人的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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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 然后到了我这 其实挺舒服的 然后这个坐姿 对 坐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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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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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